艺术大道,温森佐佩格拉,1911年,温森佐佩格拉,在法国卢浮宫藏了一整夜,将蒙娜丽莎,翻入工作服中偷走,随后佩格拉带着这幅世界名画前往意大利。 正当他试图卖掉化石,被人发现,六个月的监禁后,佩格拉获释。 随后他加入意大利军队参加了一战,战后与妻子来到法国定居。 1925年去世,火车大道巴彻卡斯迪巴彻卡斯迪,对火车倒是情有独钟。 1896年至1900年之间,他与八名同伙抢劫了数十列火车。 包括1899年6月2日,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保险箱中,抢走数千美元。 之后他为逃脱追捕,逃往南美洲。 1909年,死于波利维亚。 另有版本说,卡斯迪逃到阿拉斯加州过起隐居的生活,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去世。 英国公路劫匪,迪克特尔宾18世纪的英国公路劫匪迪克特尔宾,最喜欢恐吓独居农场的女性。 逼助她们交出贵重物品。 很多研究显示,特尔宾是个极端暴力分子。 与强奸犯和谋杀犯混在一起。 1739年,特尔宾被绞死。 美国雌雄大道,邦尼帕克和克莱德巴罗。 邦尼帕克和克莱德巴罗,可谓是狼残女貌。 但他们的手段却十分残忍。 每个挡住他们去路的人都被杀死了。 1934年1月,他们从德克萨斯州监狱越狱,杀死了两名狱警。 三个月后,他们又谋杀了两名警官,一名日安官,绑架了一名警察局长。 1934年,邦尼和克莱德遭警方埋伏被击毙。 结束了长达21个月的抢劫狂欢。 法国公路大道,克劳德杜瓦尔克劳德杜瓦尔,是17世纪法国的公路大道。 他总是通过魅力感化他的受害者。 他认为自己与那些肮脏粗鲁的劫匪不同。 他机智幽默,英俊潇散。 至少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 一被夫妻遭偷。 女主人同意与他跳舞。 结果他竟答应,只拿走他们一半的财产。 在逃亡十年后。 这位大道被捕,被绞死。 很多女性围观希望他醒来。 甚至为争夺触控他尸体的机会大打出手。 澳大利亚传奇大道,奈德凯利传奇大道,和民间英雄奈德凯利, 曾引发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搜捕行动。 他带领住凯利党抢劫银行,焚烧全城的抵押合同,鼓励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反对政府。 在最后与警察的枪战中,凯利腿部重枪被俘。 1880年在墨尔本被绞死。 但是有关他的传说,并未在澳大利亚终结。 有关他的电影、歌曲,依然层出不穷。 西西里的罗宾汉、萨尔瓦托朱利亚诺, 他是意大利历史上最著名的强盗。 他狂妄自大,康财大方,热心工艺。 英俊潇洒的他,带领六百多名追随者杰弗继贫。 他的名字曾出现在报纸头条。 他给报社写信挑战政府官员。 与政府宣战。 1949年, 两千多名士兵组成的特遣部队进入西西里。 最后终于在1950年将其击毙。 他死后时代曾发文称。 朱利亚诺堪称那片土地上的强盗之王。 所有强盗都要仰视他。 比利小子是美国著名罪犯。 这名为威廉邦尼·William Barney。 1859年出生在美国大西部的枪手。 他14岁成为孤儿。 17岁就开始杀人。 之后中其医生都是亡命之徒。 谋杀了21个人。 22岁时, 遭警察派特加勒特·Pat Garrett击杀。 但也有人认为, 他是除暴安良的西部英雄。 兄弟汉匪美国内战期间。 密苏里州出生的大盗杰西詹姆斯, 和他的哥哥弗兰克, 加入南部联盟游击队。 1864年, 他们劫持了一列火车。 杀死22名手无寸铁的北方军士兵。 其中几人惨遭包皮。 魅战结束后, 这对兄弟开始了没有目的的逃亡。 1881年, 密苏里州州长对他们发出10万美元, 67.7万人民币的悬赏。 美国赤脚神偷, 哈利斯·哈利斯, 曾经偷过五架飞机, 多辆戏车和数艘轮船。 还从家里和店铺偷现金。 因每次作案都光脚。 人称赤脚神偷。 2008年, 哈利斯开始逃亡。 被控犯下一百多起抢劫罪。 他甚至仅凭从网路和飞行手册上学习的知识, 开着偷来的飞机, 从印第安纳州起飞。 飞越1600多公里, 到达巴哈马群岛。 感谢观看。